這個問題我大概就是想了一下 其實不算太困難 最後把程式寫出來 就是頂多是加了三行程式 其中的話頭尾就是if 什麼條件 if column number等於1的時候 條件 為什麼 因為他一定是在這個 column number 等於是第一欄 入職時間的這一欄的時候 再去把他的這一邊的這一欄 哪一邊 等於是 如果欄的話算起來應該是 他的欄的位置 假設這個是第二欄的話 那他應該是第一欄 所以其實就是把它減掉1 所以等於是欄的部分減1 再去取這個資料 把它放過來這個位置 這樣就OK了 我剛剛示了一下 這個不是我Ctrl C Ctrl V過來的 我是把程式寫完 那我大概run一下給各位看一下 其實最後只有增加三行程式而已 所以我把這個就資料先刪掉 刪的話好像要改 要把它改成H 有沒有 H 然後執行一下 OK 好 所以這個刪掉之後的話 這邊沒有部門 那我剛剛把程式稍微做個修改 只有增加三行程式 那就可以walk了 有沒有 人事部嘛 業務部嘛 人事部 採購應該都沒有問題啦 那你說我改了什麼地方 哇老師這個很好欸 對 其實如果你會的話 有些事情就簡單了 你要做報表 說實在我發現很多人就是浪費時間在這上面 每天都是Ctrl C Ctrl V OK 你不累我看的都很累 因為他每天都在Ctrl C Ctrl V C Ctrl C Ctrl V OK 如果你可以把它寫出程式來的話 那太好了嘛 那我們來講一下 首先的話呢 這個清除範圍我把它更改一下 有沒有 加一個H 那另外的話 我大概改了哪些地方 其實非常的簡單 主要就是在這個地方加了這三行 哪個地方呢 其實你這個加的位置 我大概的邏輯是這樣 就是當他把資料先Call過來之後 我再去Call什麼 Call那個部門 OK 所以理論上會放在哪裡呢 放在這個Lumber 這個Column Number 藍的號碼加1的上面 加這三行 所以這如果我們把它Delete掉了 執行一下 這邊有部門嘛 如果再加上去的話 有沒有 這個就有部門 所以其實我只有加三行 那這三行怎麼加的 我大概跟各位分享一下 其實也不難 這個你會發現 老師 這三行怎麼長得有點像 這三行呢 有沒有發現 這三行 跟這三行 哇 長得很像 有沒有 那我跟各位講一下 大概怎麼改 首先把他Delete掉 如果你的程式裡面沒有的話 剛剛我們不是有寫這三行對不對 其實你把這三行Col過來 Ctrl-C 或者是拖拉加Ctrl-鍵放開 寫在哪裡 寫在這個加1的上面好了 更新技術器的上面 但是這個邏輯不一樣吧 什麼時候 他才會有部門呢 特別注意 他的部門應該是當他的 入職時間 才會把部門Col過來 所以這裡的話 我第一個邏輯判斷 就是當他的欄 不是3 而是1的時候 為什麼呢 等於1表示說 他是入職時間這一欄的時候 有沒有 OK 當他是第一欄的時候 接下來才做這一件事 什麼事呢 就是把這一個你要放的位置 這個你要放哪個位置 放的位置呢 是放在這一欄 這個是要放的位置 然後呢 我要把它改成什麼 改成跟他相隔幾欄呢 其實應該同一列吧 可是欄的話呢 應該相差 1 2 3 4 所以等於是相差4欄的意思 所以這裡的話呢 記得 前面是你要放 放什麼資料 放的資料的話就是 在這邊欄 欄的話是在這裡 有沒有 這個是列嘛 同一列 所以這個變數不動 這一欄 向右邊4欄嘛 所以這邊記得加4 然後呢 後面點4欄的這個 把它delete掉 那這個指的是說 你要將來要放 資料的位置 OK 放的位置就是 這一個位置 向右四欄 就是這個 OK 那放什麼資料呢 關鍵來了 放的資料呢 等於 等於什麼呢 等於 這個sale 我們本來是這個sale的 指的是這個裡面的資料 OK 這個sale 指的就是這個資料 把它拿過來 但是我要的不是這個啊 我要的是它的什麼呢 它左邊 同一列的左邊的 這個資料幫我call過來 所以記得 你要call的資料是放這邊 那這個敘述方式的話 比較特殊啦 這個敘述是 這個地方的關鍵 那哪一個儲存格呢 你就用那個 有一個物件叫sales sales的話 指的是哪一個儲存格 儲存格的位置 跟他講一下 我要的儲存格 一樣刮糊 它會出現說哪一列 那列的話呢 其實就根據 跟這個同一列 所以這個的話 就是sale 這個資料的同一列的話 那它有一個屬性叫 同一列的話呢 屬性叫row就列 OK好 這個不便 逗點 那它會問你說 那請問一下呢 資料來源是哪一欄呢 那同樣的啊 請你把這個資 這個有沒有 這個call過來了 sales點 後面的話呢 加上colns 有個屬性 c-o-l-u-m-n colns指的是 就是 這個的同一列 但是藍不同哦 藍的話應該是它的什麼呢 左邊 左邊的話是什麼 少一藍嘛 所以這邊記得要把它減一 好 那後瓜糊一下 我看一下 這樣好像陳色寫完了 OK好 這樣子就 應該完成了 特別注意哦 那這裡的話 可能同學會比較 會容易搞混的這個等於哦 如果這個等於哦 在這邊指的是把後面的資料 call到前面的意思 這個等於是把後面的資料 call到前面哦 OK 所以呢 它因為減了一之後 就得到人事部 然後把它放哪裡呢 放到 這個位置的 加四對不對 加四的話就是 應該就是到 這邊是第一嘛 放在這裡 好來試一下 所以這邊我設個中斷點 然後我先把 舊的資料先清掉 所以清除 這個清除 OK 清掉之後 那我為了要讓它稍微停一下 所以執行一下 這個地方 中斷一下 所以你會發現 當它等於1的時候 它才會去 check一下 這個哦 所以部門哦 我看一下 按F8好了 有沒有發現 它就按照我剛剛講的 就是呢 這個位置有沒有 就是這個的位置 把它加4 到這裡 所以這個加4有沒有 指的就這個位置 加4 那來源的話 就是它這個資料的 左邊這一欄 OK 所以寫出來的結果 就大概長這樣 OK 所以這個應該是這邊最難的 給各位參考一下 這邊加4 這邊-1 OK 這樣的話 我把它全部執行看 應該就OK了 所以這個給各位參考 那今天最難的 就大概就這個地方 有沒有 但是我是覺得 這個如果你可以靈活的 把程式寫出來 哇 那其實你將來要做報表 就簡單了 你很快的就可以把資料 正確的把它分籃 那如果你假設要去統計什麼 統計樞紐分析表的話 你可以插入樞紐分析表 把這個表格給他 你馬上可以統計出你要的結果 比如說你想知道 部門裡面哪一個最多 那你可以插入樞紐分析表 這個範圍給他 這個範圍 有沒有 這個範圍給他 然後你就可以把部門有沒有 拖拉過來 你就可以算出部門多少人 馬上可以統計出來 但是如果你沒有怎麼辦 Ctrl C Ctrl B 慢慢來 那它會讓位時間 OK 所以請各位試試看好了 這個今天最難的 就是這三行 但是會很難嗎 應該還好啦 這三行 那這三行避免同學會記不起來 我剛剛已經把它 摳到雲端白板上面了 所以你們找一下 325的這個地方 第四頁 第四頁 應該是在這裡 就這個部分 在第五頁的地方 其實我主要是把它貼上來 畫面再還給各位一下 我試一下 真的很棒 我本來就來 耶穌 幫你 啊 谢谢观看